方寒 你当我 存心的 我 全是你 唯一 你是谁 哦 我是红衣 你又是谁 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闭嘴 撞我神弄灰 一群乌合之众 竟然在羽化山门前 为难一个少女 谁 在那 你 你 你 这是什么 方大小姐作风颇有大价风范 谁知手下人竟只会行小人之事 为你们这群下人而杀了八人八合 真是不值 不值啊 哪来的黄毛丫头 敢在方家人前信口词谎 方烈 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休要为难一个姑娘家 哼 这小子这么弱 还想保护我 好 姑娘 我自己能解决 姑娘 请稍作必然 别和那贱人计较 你 你教谁贱人 你的反应如此积极 不说你贱都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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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你 难道你长的脑袋 是为了显高的吗 哼 这小子 如此无来耍魂 倒是好深刻啊 这些人 都是各大王朝的王宫贵族 现在却要和我经历童云场考核 我可要 凤 凤凰 真的是你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专门来看我的吧 啊 不 是我家大小姐 她给了我一个外门弟子考核的名额 你家大小姐真是带你不包 什么 你家大小姐跟你有仇吗 哎呀 说什么胡话 她可是方家 唯一一个没有把我当家奴看待的人 还很器重啊 胡说 那她怎么会让你来送死 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吗 听我的 快走快走 现在还来得紧 放心 我心里有数 你 还有数 你知不知道考核内容 那可是一尊神力傀儡啊 怕了吧 所谓炼制 其实是羽化门长老 在炼制过程中抹去了地底谋人的神智 但却保存了他嗜血杀戮的本能 使其成为了一具只知道战斗杀戮的傀儡 怎么样 现在总还来得紧 票都有了 看完好戏再早也不迟 再说 不是还有你保护我的吗 这小子 还真不要脸 你这个沐鱼脑蛋 考场之上我怎么保护你啊 杀外国 我现在太缺乏实战经验 所以 红爷 你一定要帮我 帮我积累足够的实战经验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需要你 需要你 红爷 红爷 好吧 本郡主就勉为其难 帮你一次 你一定要打的那个保护 满地找牙 好 只要你不把我打死就行了 打死可还行 用剑杀我 千万不要留手 南无为秋雨仇杀人 色色销声揍牢魂 呼风独隐七两夜 一人一现 断鬼神 这就是 我和七重巅峰高手之间的真实差距 下来 这 欲速则不达 你认为再来 还有效果吗 好 明天再来 拿着 好 哈 哈 哈 verst你 超 ps 是不是 我 我是 我 我是 我 肉身镜第八重 神勇 救补复心机 生魔欲万敌 肉身打极致 神勇是无数 难道这小子又破级了 你你 居然又在战斗中突破 从七重内撞净 突破到了八重神勇境 是啊 但没有你 我做不到这些 谢了 红衣 你知道就好 不过谢就不用了 谁让我罩着你呢 比起你 我现在修为比较高了 以后还是我保护你们 你 别以为你修为高就了不起 经验上还差得远呢 我刚刚是手滑了 不服再来 别了 明天就是集结出发的日子了 我们啊 还是各自回去好好休整一下 方涵 方涵 怎么会这样 怕是他身上那个法宝 设不住那天机之阳所 被反射了吧 他不会有性命之危吧 方涵 不会死吧 你不能死 你说过要保护我的 你怎么能真的离我而去了呢 方涵 你终于醒了 我还以为你身世背世 再也醒不过来了 红爷 我没事 害你担心了 现在你没事了 我就放心了 红爷 其实我的事情 确实又不便言明之处 不必多言 修仙之人 谁还没有一点秘密 坏了 还要解救这些同恩 方涵 你先莫急 如若他们醒来问之 你要如何解释 你的血能救人 我视你为知己 甚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你用血救我 我自然不会追问到底 可他们必会追问 还有你杀了红粉太子 说红玉剑之事 你又要做何解释 可是 红爷 他们都是同门中人 我怎能见死不久呢 莫师姐已死 不能复生 其余人只是被毒晕 暂无性命之位 越是这关键时分 越要理性行事 且不能为救他们一时 害了你一世啊 方涵 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不过方涵 那袁剑空逃走了 必定会搬救兵回来 你我已在此逗留多时 恐怕 他们就快要到了 即便其他人可以置之不理 可这刘兄 却不能不救 那些飞剑 你有相中的吗 我分一些于你 那些飞剑 你先收着 即便给我 我现在也不便使用 等历练之后 咱们再做打算 嗯 也是 这些飞剑 现在确实不便使用 等我们回去 再细细打算 不过 这趟历练之旅 却是让我懂了一些道理 哦 说说看 修为 虽是根本 不过比修为更重要的 是先缘 嗯 然后呢 我这一路走来 最重要的几次转折 都是得贵人成全 幸得法宝 踏入语化 出炼晋升 斩杀红粉 全都是受人相助 得人成全 这 就是先缘 你说得对 方寒 你比我们初见时 更为成熟泰然了 你的先缘 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现在 已经很好了 你就是我最好的先缘 因为你 我才能这么快速的提升 好在 修仙的路还很长 今后 我定要护你毫发无伤 方寒你干什么 这是高手对决 刚才我们的太子 只不过是个巧合 跟这个可不一样 你现在过去就是送死 你放心 我有保护体 你胭脂会被我身上保护收了 现在可是气煞全出 胃力非同小可 万一舍不住 你就死了 我自有分寸 你快去躲起来 我不能跟大小姐见死不救 你怎么样 还好吧 哎呀 你什么你啊 我没事儿了 你看 啦啦啦啦啦啦 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 刚才担心死我了 你以后不能这么冲动 太危险了 哎呀 知道了 快看 你们家大小姐突破天人境了 红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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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骗我 因为 我 说过 我 保护你的 男子汉 不成功 红衣 你这个傻子 什么 大小姐 你能救她吗 红衣 生机已断 我也 无力回天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心有所受 不 如今 我 将去 你 不 不 不能再 保护你的 不 不 不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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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還要輸你 別這樣 對我好的人 你要控制電 不要讓電速 而如今 我卻只能眼睜睜看著你 為了保護我 想你能盜毒手 卻無能為力 電念之人 遠如隔天 念我之人 伸手之間 可這盡在咫尺的距離 我卻不曾向他伸出手去 紅燕 輪迴之心 必不能洗去對你的激光 說有來生 我必會護你周全 方寒 你二人捨身救我 助我突破天人境 才顯身的亡目裡 此一舉 我已記下 我再次免除你的家奴身份 待歷練結束後 再讓家父收你做義子 從此 你便是我方家之人 你父親的牌位 也可入我方家祠堂 你這一夕血脈 都將不再是奴仆之身 至此 至此 我終於擺脫了奴仆身份 成為和你平起平坐之人 只是 只是這願望 卻是踏著紅燕的屍體實現的 以後你便隨我一同修煉吧 這兒 這兒 這是哪兒 這是 啊 啊 啊 好漂亮 啊 我怎麼感覺 他這麼熟悉 就好像是我的一部分 他想帶我去哪兒 啊 這是什麼 鏡子 這人長得 跟我一樣 嗯 啊 啊 啊 你是谁 哦 我是红衣 你又是谁 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闭嘴 装神弄鬼 是梦 红衣郡主 你居然还活着 你也配提红衣 那个 红衣郡主是谁 这些事 你不需要知道 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事 你早就死了 这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 我真的那么像他 不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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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方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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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希望身边有你 你叫方寒是吗 你叫我红衣郡主就好了 我也是上身来求到的 永远在一起 方寒 方寒 你的心跳得好快 可不睁开眼睛看看我 红衣 红衣 这是 是 名堂四大法海渊 陈人子弹当无减 三冠之中惊起身 自欲不死修天门 你 你 竟然敢对我使用魔工 我用的是媚火之术 又不是要害你 何必这么生气 难道你不喜欢吗 我心不敢 我只是想知道 你囚禁我 真正的过敌是什么 安心做事 以后你自然会知道 你 不要再自以为是 出去吧 刚中 红衣的剑 是不是闪了一下光芒 没错 这剑 是在提醒我什么 难道说 是方晓菱的原因 此剑乃红衣贴身之物 残留着红衣的一丝气息 既然她对方晓菱有感应 那也说明 此人绝不简单 这红光你早就看到过 为何不告诉我 告诉你又如何 依你现在的境界 不过是徒增烦恼 方寒 努力变强吧 只有强大 才能随心所欲 你 你干什么 若不是我及时出现 你莫不是要用神通秘境的微囊 大杀四方了 我 我只是想教训教训他们 谁让他们实力弱小 还要 但我的路 你的路 我看 那条是死路 难道 我连在牢笼里面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吗 自由 要不是你长得像我的一位故事 你早就死了 记住 没有下棋 红衣郡主 你居然还活着 你也配提红衣 你 几月不见 方师弟可是越来越狂妄了 叶师兄等不及了 向后较量一下 希望方师弟能顺利晋级 山河榜上 你我再好好切磋切磋 哈哈哈哈哈哈 你好歹也是摩帝庄人 就这样惹人羞辱 那你说我该如何处理 我要是你就把这些废物全杀了 这里是羽化山不是弟弟魔族 用魔道的手段来解决先门之事 只会众叛清理 不得好死 那个 红衣郡主是谁 有些事你不许要知道